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是什么时候接受到《生日人心》这个节目的邀约 那又是为什么想要去参加这样的节目 这就是一个比较伤心的话题 我绝对不是邀约 我是上班的 真是求爷爷告奶奶的给点奖 我要参加生的那些 当时是在我们一个叫美生中国的一个群里 咱们里面有五百个学习歌剧的专业的 就是在业劣的人士都非常的 其实都是已经非常在业劣的地方有名的 然后突然发了一个信息说 口无难卫士在座椅 我说天呐 这个节目这不就是我要等的节目 那一个导演就陈导 其实一个小弟弟现在非常好 没关系 陈老师您好 然后就发了很长的一顿 我是曾经和过过什么奖 什么奖 也识从于谁 参见过什么大的晚会 演过什么样的主演的歌剧 曾经怎么多么回晃 行了好长时间 发了一句 人家在门就过来俩就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后来过了一个五分钟 他马上就过云 回我来 哎呀呀王老师您好您好 我看了您的简历 真是太丰富了 然后呢 那个 老师您是哪年的 我说 我说那个 我说我八三年 老师 您可以过来到我们的就知道教师 他上了成员肉 是吧 我说为什么 你太老了 你太老了吧 当时你都那西门难受了 然后呢 我就发个几个我们精修的照片 你看你一笑说真的 我给你看 我这个修饰修饰还很帅 好的 那 那个 王老师真的抱歉 我们要找一些更年轻的 在我那边讲 我就跟人在语言里发了 就是那种六十秒的满条 就是我那边发了有七十条 我就后来他回了 我就跟老师 我就跟他讲 美声这个东西 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 能磨练一下 真正的美声 真正的歌曲 你张柳就知道你什么程度 你一张柳就知道你学了 他长时间 一张柳一张柳一张柳一声 一个手就能唱成这样 这就是功夫 后来是 这导演那边说好 说 最后一轮说 有一个 就是各方面还不错的 一个年龄大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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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高音 他说 男高音可疑 因为没有男高音很少 他唱到我的男高音 他说 男高音 他说 男高音 有些满的唱完 然后等我唱了 我看没法 没法 然后他看别人 哦 不是 我救你了 后来就 我当时就叫的人 找到一个编导 我们的编导 名字是陈老师 然后开始就是我讲了很多 就是生活心讲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就开始说 我说这有病 让我上去吧 我说 甚至少 我就觉得 哦 我说 好吧 但是当年我一定要感觉 你得减肥 我说 我受了几件人比 不 你最少要受二十件人 我说 我说受了二十件人 就是 一个 一个 多月你想说 你怎么受的 不怎么吃 天天病 然后 就是 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就是 我觉得是 吃东西吃炒也不能更精神 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 你不吃饭 就反而更紧 但是 唯一的感觉就是 尝个动作 就是 我们生存心的时候 就是唱的时候 啊 是在唱一首两首 太 easy 的对我来说 我们演歌里都几个小时 不在麦克 那就是唱一首歌 唱两首歌 背了一点点 就半夜掏起来 来唱一首完毕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 呃 唱歌剧 弄就完全不一样 就唱不动了 呃 就参加了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中 然后就受了二十多斤 然后到那里讲 哎 凯哥你好像你比较帅了吧 哈哈 哈哈 OK 后来 然后就给我造型啊 我当时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我睡觉 有点 稍微有点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说 哎 你要听我们的 一定要把你打成这种 新一代的帅气的 什么的 哦 好吧 然后当时 因为参军嘛 刚转业 都是那种 非一种 很干净力的那种 啊 不允许 因为再不允许 那种 就是 那种 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们造型 造型师还有我一样 服装师 他们借过来的衣服 我都穿了 哈哈 都小 所以后来我就 用我自己的衣服 然后 然后 当时我也做了 就是 红的 蓝的 就是 差不多 整一整套 然后呢 每轮都穿 就是 因为是下午有彩排 然后晚上 下午有彩排 就是 第二天要演 我下午彩排 我就穿那种 我现在穿了点上吧 他笑得很好 导演没喝丁 然后呢 导演没说 就上呗 哈哈 我那上了 就上了 没想到 这个衣服就是 是一个企业 哎呀 我就找到了自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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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和不同样的一 一样的感觉 就是要去改变自己 相信自己 是最美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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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嗯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